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多精彩江西影视旅游频道马上为你新鲜呈现 关注旅游业态 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江西旅游报道 11月28号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传红色基因 成革命新火 江西百万青年红色跑神州定乡载活动即将燃爆英雄城 我们来看报道 首场活动确定在南昌举办 活动将于12月7日举行 目前报名活动已经开始 并将招募3000名左右的参赛选手 分9条线 完成全南昌市30多个点标任务 按照完成任务的时间长短 记录成绩 传红色基因 成革命新火 此次定向赛以南昌作为首场节目赛 吹响活动的号角之后 用三年时间分批次持续开展 覆盖全省100个现实区的100万名青少年 比赛充分融入了红色文化元素 青年元素 景区元素 采取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 通过打卡红色圣地 重温革命世纪 在感悟红色文化的同时 传承红色基因 我们南昌的首场节目赛里面呢 我们总共设置了这个9条精品线路 每一条线路呢 有数十个点标任务 每一个点标任务都依据我们这个点标所在的场地的结构 和所承载的历史文化 这个设计我们的任务 那么参赛选手呢 通过查阅资料 情景模拟等这种形式 来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 那么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在设计这个首场节目赛里面 有一个点标是新制军军部旧址 那么参赛选手需要在我们场内寻找到一张老旧的地图 根据我们的信息提示 那么在这张地图里面 要找出我们当时红军突围的路线和战略方针 那么根据我现场的提示 把这个突围的线路和这个我们的战略方针 转化成我们的信息答案 上传到手机信息平台 那么我们手机信息平台 这个审核了这个答案正确之后 算是通过这一关同时解锁下一个点标任务 据了解 此次全程陈浸式闯关定向赛 参赛者可灵活运用地图及任务指令 在最短的时间内 利用徒步行走 奔跑的方式到访预定的目的地 并完成相应的设定任务 卡点任务 将参与者带入预设的红色文化历史环境中 接受最为深刻的红色体验 感受不一样的印象江西 作为一个90后呢 看到这个祖国的这个繁荣昌盛 内心是非常激动的 然后也有这种使命感 想把这种老一辈的红色的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那么传承给现在这个 作为这个新时代社会主义下的青年军 因为现在年轻群体正在逐渐成长为社会的栋梁 所以说我觉得这些老一辈的这种革命的精神 还有包括他们的历史的这些事件 和他们想要传达出来的这种内核 是需要被我们年轻人铭记并传承下去的 那么通过这个红色跑神舟 这个丁香赛活动 可以让大家更好的身临其境 去重温当时那段征荣岁月 那么再了解了当时的红色背景 理解了红色文化 他们才能更好的主动去传播 去把咱们的红色精神和红色文化发扬光大 这是我做这个项目的一个 发起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快报 目前2019鄱阳湖国际官鸟州公益摄影展 正在南昌地铁2号线雅院路站站厅通道进行 据了解本次摄影展分为白鹤 东候鸟 夏候鸟三个类别 共展出鸟类摄影作品48张 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省鸟白鹤的摄影作品为18张 江西的明星鸟种白头鹤 中华秋沙鹤 青头前鸭等共30张 展出时间将持续到12月15号 近日由新华网主办的第七届文化和旅游融合与创新论坛 在杭州召开 论坛期间现场发布了2019文旅业最美中国名单 我省龙南县上榜 荣英新华网2019全域旅游发展优秀区县称号 龙南县位于我省最南端 是干月边际的旅游资源大县 历史悠久 资源丰富 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关西新维 燕翼维 太平桥 乌石维为代表的客家文化旅游资源 和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九连山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南武当山为代表的生态旅游资源 得天独厚 11月28号上午 宜春市旅游集散中心项目举行开工奠基仪式 表示着该项目建设全面启动 预计2022年5月可基本建成 年底投入使用 据了解 宜春市旅游集散中心项目 从游客集散的特点出发 与宜春文化紧密结合 着力打造城市会客厅 加城市旅游服务综合体模式的城市新名片 既是外地游客出游宜春的首个参观点 又是宜春市民的休闲娱乐心场所 项目以禅宗月亮文化为设计理念 形成俯瞰为帘 仰看为山的建筑形象 屋顶的月亮站桥将成为周边城市景观 与南侧镇山公园景观的连接点 和城市的特色景观 赏美食 看美景 宣传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首期江西台客户端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们江西影视旅游频道 联合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博物馆共同打造的 首出新 单使命 百建革命文物 说江西系列报道 重文红色记 传承红色信仰 这里是首出新 单使命 百建革命文物 说江西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内 珍藏着一件国家二级文物 它历经风雨 八十余载 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 当年发生在中央苏区这片红土地上的光荣故事 这是一件怎样的文物呢 这是一枚五角星状的奖章 它直径五点六厘米 置地为铜制 中间有一个花朵图案 奖章的上端既有细练 方便主人佩戴 细细端详这面奖章 它曾经的光亮已经暗淡 捐刻的字体也有些磨损 甚至有了袖斑 但是奖章上革命阔红竞赛突击的第二等奖品几个字 仍然闪闪发光 这枚奖章的主人是瑞金沙洲霸的杨士球 1933年8月 他在阔红突击竞赛中表现优异 被中央政府授予阔红竞赛二等奖章 1953年6月 瑞金革命纪念馆筹备小组在征集文物时 他的家人将这枚阔红竞赛二等奖章 无偿捐献给纪念馆 毛泽东在中华首外共同国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闭幕时尚致辞的时候 提到革命政府第一位的任务 就是开展革命战争 只有用革命战争才能一天一天 把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推翻 苏区的版图也存在一天一天的扩大 离开到革命战争 什么事情都提不起来 这是扩红运动 它产生的历史背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扩大红军一直是我党的革命任务之一 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 党和苏维埃政府大力开展扩大红军运动 组织动员苏区的青壮年男子 参加红军壮大革命武装力量 与敌人进行革命战争 为粉碎国民党军队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 创建 巩固和捍卫革命根据地 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和政治基础 从1932年到1934年 中央苏区先后三次掀起大规模的扩红运动 1931年12月25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做出扩大红军问题决议案 要求从1932年1月进行第一次扩大红军运动 由此开启了中央苏区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 第二次是在1933年的夏秋之间 响应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的 创造100万铁的红军口号 第三次贯穿于第五次反围剿 先后发动了五次扩红突击运动 许许多多获得土地 取得人身自由的工农群众 纷纷加入红军队伍 我们当年瑞京 整个人口是24万 但是参军参战呢 他有11万多 他参加红军的将近5万人 瑞京在中央收的几次扩红运动当中 都起到了非常好的成绩 一个月完成三个月的扩红论务 还有呢 就是在三四年九月的扩红当中 就在许多地方都没有完成论务情况下 瑞京还是有九天的时间完成论务 所以被中央政府 中国纪委 受以这个扩红母范 现在关入称号 那么党与苏区政府 是如何把分散的苏区民众 集结在革命的旗帜下 并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 扩红运动的呢 1931年底 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政府 先后发出一系列扩红指令和号召 出台了如 扩大红军问题决议案 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 中央执委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 和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 等一系列有关扩红的政策和决议 为扩红运动指明了方向 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新组建了总动员武装部 专门负责中央苏区的扩红动员工作 红军总政治部也相应的成立动员部 负责红军的兵员动员工作 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 红色中华 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传扩红 告诉广大群众 当红军就是为了保家卫国 去解救更多的劳苦大众 三二年的一到三月份 最早第一次开始扩红 扩红就是扩大红军队伍这个意思 到三二年的五月 开始提出红五月的概念 红五月提出这个概念 就是说要求收取各级党政部门 群众团体 在五月这一个月内 抓紧扩红运动 在一定的时限内 要完成多少扩红任务 那么从这以后 到三年三四年两年 都开展红五月扩红运动 红五月扩红运动 它的规模之大 平常的扩红工作里面 所比不上的 锐金作为赤色首都中央直属县 在历次扩红中都走在各地前面 成为扩红模范县 锐金广大劳苦群众 以踊跃参加红军 保卫胜利果实为光荣 互相竞赛 互相激励 妇女们唱起 宋郎当红军 石宋郎等红色歌谣 动员鼓励男子当红军 一时间锐金城乡 到处涌现出 父宋子 七宋郎 兄弟正当红军的动人景象 当时有一家阳姓 七宝村的一个村民 他们家有八个儿子 这八个儿子都响应了政府的号召 全部加入了红军 八子参军 1933年9月 蒋介石集中50亿万兵力 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而保卫中央苏区的红衣方面军 仅有十万余人 加上各地群众武装五万余人 还不及敌方兵力的三分之一 为此中阁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 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扩红运动 并首次从中央一级机关中 抽调得力干部 组织扩红突击队 下沉各省各县 帮助各地完成12月底前 中央苏区扩大新战士2.5万名的任务 这扩红突击队呢 有几种组织形式 一种组织形式呢 就是中央党政军群 各个部门派出过干力量 就下到各个省各个县去 这个县是指支出县 就是我们瑞金 各个省结合中央下来的突击队 又组织自己省一级的突击队 把他把中央跟地方的粪编起来 省的突击队下到县里面 县里面野猪制突击队 这边就三级粪编起来了 然后有的下到各个区 区里的野猪制的突击队 空投击队它起的作用呢 主要是这么几条 第一条 坚决贯彻 中共中央 中央政府 中阁军委的 关于科普的一系列的指示 决议 要求 保证完成任务 广昌保卫战实力之后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 日趋严峻 中共中央和中阁军委决定了 1934年 五六七三个月 扩大红军五万的计划 掀起了第三次大规模扩红运动 担任瑞金扩红突击队总队长的 中阁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金威应 领受了瑞金三个月扩红 两千名的任务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就超额完成了三个月的扩红任务 新增红军五千六百人 因此 出席总结会的红军总司令朱德 代表中阁军委 授予瑞金模范线讲旗上述 三月计划 一月超过 即便在时隔八十多年后的今天 透过这枚扩红竞赛二等奖章 我们仍可以感受到 中央苏区扩红的热烈氛围 工农群众踊跃加入红军 模范少先队 赤卫队整团整队的加入红军 甚至连白军士兵也都争先恐后来当红军 吸引白军过来参军 它有这么几个办法 一个是通过我们组织的红军 文艺兵相传队 这样使白军这方面提高 他们的一些阶级意识 从而临时到参加红军才能出路 第二个就通过青串青临串林 写信或者带口信的办法 告诉他们现在苏区家乡 各方面怎么好了 怎么非常甜了 当时你出去参加 可能是为了养家 服口 那么你现在回来 就只会更好过 为了让前线指战员安心作战 苏区还制定了各种优待红军 及其家属的政策 对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生活 各方面都给予优待和服务 第一个就是对于红军家属 必须分得土地 第二个就是红军在服务期间内 他是免除一切捐税的 第三个他们在红军家属 在劳动力有困难的情况下 政府应当给予帮助 红军家属还享有优先购买 一些紧缺物资 以及减价购买这些物资的权利 通过这些方面 一个是对他的荣誉方面的关照 同时对他解决家庭的实际困难 这些问题 这取得好的 这样的话 就前方安心打仗 后方没什么后顾自由 这样的话 就是取了老百姓的知识 他就理解你了 所以我送他上战场 我没有后顾自由 为什么革命能够成功 竟因为老百姓发动起来了 1934年9月 就在红一方面军主力 长征前夕 中共中央中阁军委 再次下达中央苏区 扩红3万的计划 瑞金又一马当先 从9月1日到9日 仅用9天时间 就完成了原来一个月2500名的扩红任务 至13日 瑞金输送到红军主力部队的新战士 多达3365人 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中央苏区通过扩红运动 有力的保证巩固了红军的比较 对保卫苏区巩固这个公共政权 产生了直接的作用 涓涓细流 汇成革命巨浪 推动着历史大潮 向着光明前进 一次次的扩红 为中国革命输送了大量的新鲜血液 对中国工农红军发展 中央苏区的巩固 以及中国革命事业的前进 做出了巨大贡献 因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